哇,豆山五福屯這個村口的牌樓和紀念亭 真是夠美麗 很少見到古村有這麼美麗的牌樓和紀念亭 這個牌樓樓頂的雙龍器珠 四條圓柱 中間兩條就是 好似九龍壁 龍藤虎藥 這條五福村真是夠美麗 陳氏聚居的一條古村 有一個五福公園 都是村民善長人用捐知見的 風水塘後面有一片古屋 座北向南 背靠後面一座石山 所以這五福里的風水有幾美麗的 你看看唐基那些石質你就知道 這條村應該是很悠久的歷史 這個紀念亭有兩層的 這個紀念亭有兩層 這個應該是出租了土地見了廠房 遠遠遠望距後面就是五福文化樓 龍鳳晴牆 滿延春色 這裏五福園同樣都有一對石獅子 這裏五福園 有些村民自己外牆就貼了尺磚 一片小小的自留地 阿嬸你好 你好 拍一拍古村 不好意思 你拍一拍古村 这个古屋很漂亮 五福里很干净 就是人家全部出去了 要去外面,要去外面,要去外面,要去外面 哦,要去外面 是啊,我这里也有一个人 就是这条行,这里就是一家人住 这条行,三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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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现在很安静的嘛 很安静的嘛,怪不得会吓你 是啊,很害怕啊,因为关门 关门 是啊,一家门,哪里有人住在啊 哦,应该晚一刻治安都挺好的 是,最好,现在最好,还是害怕啊,这个客人在一起就害怕 阿新,你自家住啊? 自家 哦,自家住就好了 吃饭了,吃饭了? 没,没啊 哦,没吃饭,好 好,走出来 港头这里就有一座矮矮的三层的雕楼 这里都是私人的雕楼 这里就是一个小小的五福里的牌坊了 阿嬸,你好 拍一拍个古村 好 哦,这一座 后来改建过的两层村屋 二楼上面有一个横扁写着抱兵书室 一九九一年 估计这个屋主人都是一个知识分子 文雅人士来的 是一座的 阳台的围栏呢 就 写着 刻着 百福营墙 山墙和屋顶之间 还有很多灰索的壁刮装饰 人就更看到一些颜色 这座荒废了的平浪房 鬼叔 墙初文化楼 某初文化楼 阿嬸 你好 你好 做什麼事? 拍攝古村 我去斗山 去斗山 這棟是不是平時村民活動場所? 是文化樓 是村頭的新樓 麻煩你阿嬸 深華堂 這座洋樓翻新之後 還可以看到外形很漂亮 那時候的建築質量真是漂亮 稍微在外場粉飾一下之後 多漂亮 有一些列文都沒有 後面有一座別墅 粵池居 基本上你看到這些好像很新的 都是在路窄基礎上翻新的 這裏很大的曬谷場 估計是 即是 將原來帶荒地平整了之後 成了一個很大的曬谷場 前的一個古井 這座傳統的兩層的廊房 斗山鎮 這裏很多村 還保留很多傳統那種 古老建築 我現在鏡頭前面這一座 建築風格 很多村都有 不過這一座零射大的 老宅 兩層的廊房 二樓中間一個露台 正面這座牆 看上去就有西式的建築風格 但是後面就是硬山頂 新農村新面貌 你看這些農村 環境又乾淨又麒麗 電線桿都掛了 中國結的彩燈 前面那一座文化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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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